今天台灣民眾黨所提出來的修正動議 跟大法官四字613號的解釋沒有相違 我相信把法條的文字跟釋憲文看清楚 就不會有這樣子的困惑 倒是我必須要談的事情是 當民進黨政府口口聲聲說 我們NCC要獨立要專業 在實際上面操作的時候是不是這個樣子 讓我帶大家回顧一下歷史 2010年3月11號的時候 那個時候NCC準了什麼 準了台術科新聞台的執照 結果當時的行政院院長蘇貞昌震怒 一個禮拜以後 自己的決議自己就退翻了 所有的媒體下的標是什麼 所有的媒體下的標是 綠派系糾葛 台術科新聞台到手7天就飛了 民進黨以前是黨政軍退出媒體 但現在呢 就如同柯文哲主席講的一樣 黨政軍就是媒體 不僅要控制電視台 而且是每一個派系 都要有他的電視台 也正是一樣 這樣子病態的正媒結構 會出現媒體的大亨 非常囂張的講啊 進電視的執照 這是總統的旨意啊 這不是行政院院長的旨意啊 行政院院長換誰 這個執照都是要過的 當初這個錄音檔 在國會殿堂被放出來的時候 蘇貞昌是嚇得不敢回答 有人還說那個錄音檔啊 是偽造變造的 我負責任跟大家講 我取得原始的音檔 送交鑑定 送交鑑定 跟美國FBI 聲文鑑定的是同一個單位的 鑑定出來 這個音檔完全是真的 等到 謊言被戳破了以後 才急忙的說啊 他只是在碰轟 隨便講講 但是呢 這位所謂碰轟 在隨便講講的人 進電視的執照 緊緊的握在手上 我們的NCC 不惜說謊 不惜擺爛 也要怎麼樣 護航到底 這是為什麼 今天在詞詢的時候啊 我說了 為什麼敢這麼囂張 因為這是總統的旨意 更可笑的是啊 口口聲聲說 NCC委員 不可以用政黨比例代表制 跟民主進步黨 實際上面啊 在做的是什麼 實際上面在做的是 邀請柯文哲主席 到總統府去的時候 我們的總統 蔡英文啊 是親自開口 親自開口 所以我們接下來啊 市民委員 國民黨兩席 台灣民眾黨一席 民進黨一席 這樣好不好 請問 NCC委員是可以這樣分配的 NCC委員是可以這樣分配的 這個就是民進黨所謂的 不可以按照政黨比例代表 但是可以怎麼 只要他們掌握多數 掌握最高權力的人 想要用私下用巧的 我已經公開說過啦 台灣民眾黨對這樣的 對這樣子的建議 拒絕 拒絕 因為NCC 不應該讓民進黨這樣搞爛下去 謝謝